好 歡迎這一階段新加入的來賓 小燕姐老師 汽車大人雷妮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介紹台商袁宗南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再來叫軍事專家游升星 惠民好 大家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昨天下午 突然丟出了一個新聞 蠻多人蠻驚訝的 中國對民進黨出手了 對 沒錯 事實上 這並不是第一次出手 但是名單是第一次公布 2018年的時候 中共你還記得那個時候 有所謂的台獨撲克牌 你還記不記得 撲克牌總共有列13個人 然後那時候就揚言 就不斷從2018 2019 2020 去年也是同一個國台辦的發言人 朱鳳蓮 然後他一樣揚言說他要公布什麼 公布台獨黑名單 制裁的黑名單跟他家人 然後君主全部都公布 終身通緝就對了 但這幾天公布的是名單 就是他真正的公布名單了 總共公布了包括我們的行政院長 蘇貞昌 那麼立華院長游錫坤 跟外交部長吳釗燮就對了 總共三位說他們是台獨頑固分子 煽動兩岸對立 然後呢 那麼就終身通緝 而且要注意的是包括他們跟他們的家人 然後還有背後的君主 永遠就要追追追他們一輩子就對了 包括你的財產 刑事通緝 這是什麼意思啊 他這個國家跟我們國家又不戶不隸屬 這個新聞一出來 我第一個就反彈 我立刻通知吳釗燮 抗議 為什麼沒有我 不是刑事通緝 你聽我講 你聽我講 警戒而來我有個好朋友 謝志偉在德國抗議 我要求把他列入 你知道嗎 要求把謝志偉列入 我今天都補一槍 我說如果國台辦沒有辦法列入的話 我直接控告他公然侮辱 你知道嗎 你剛剛不是講那是刑事案件對不對 你是刑事破掉了嗎 你要攻打台灣 但是戰爭行為 你要直接滅了他們 開玩笑 你要直接殺了他們 你還行事通緝 我會不會通緝你們幾次人 因為反國家分裂火 金主有通緝 但是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真正民進黨的金主 其實很多是旅居美國跟日本的台獨分子 他們都沒有在裡面 而且有很多人都提出 那為什麼是行政院長 立豪院長跟外交部長 那總統副總統你把他放在哪什麼地方 這人情留一線我覺得 但是副總統賴清德說 他是一個務實的工作者 你這樣子人情留一線 可能讓人家看不看 就是說你也是一樣 叫三個而已 你也沒有辦法 全部都這樣子嘛 但是 蘇貞他還有可能要選舉的 對 尤錫坤應該不會 尤錫坤就是故意 但是尤錫坤有此地兵 尤錫坤就主導講說 故意跟朱鳳寧講說 我不要選舉的人 但是因為鄭國會他是精神領袖 所以他下面的鄭國會 還有鄭國會後面的金主嘛 他在競合 阿共的競合 中共為什麼最近動作那麼大 跟他們的六中全會有關係啊 那為什麼呢 我們都知道 那麼馬上下禮拜 他們六中全會要登場了 這個六中全會很重要 為什麼跟明年的這個所謂的這個二十大呢 那個二十大呢 要進行這個習近平的鋪路 習近平在2022年 也就是明年 他的十年任期屆滿 以前的中共有一個就是十年 讓你做一個國家主席十年啦 十年你就要下來嘛 然後呢你的接班人是你的前一屆 幫你這個指定的 你才不會說你要當太上皇 對吧 那以前都是這樣都沒有問題 習近平把前一任胡錦濤他們幫他指定的 孫政才的這些人呢 全部抓起來判了一個無期徒刑等等啊 然後有的人判死緩 他就沒有接班人啊 他的時間到了怎麼辦 就靠這個六中全會呢 做什麼事 為明年把習近平所有的這個 等於說連任的障礙全部除掉 他以後就沒有任期了 他將成為永遠不斷的成為中共的領導人 那麼除此之外啊 下個禮拜開始六中全會 也會很緊張 為什麼現在已經很多 你看進出北京的航班五成取消 這除了六中全會之外 還跟最近中國的疫情起來 從內盟開始起來越有 結果回到了這個北京啊 北京的幫人家拍婚紗的 這個裡面的人呢 染上了武漢那個Delta病毒就對了 結果呢 因為這樣北京 那麼現在很緊張 因為你有六中全會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我們得到的消息是 習近平到現在都還沒有打過疫苗 你知道嗎 他不敢打 他不信任 他應該不信任國藥跟科興 然後又不敢打國外的疫苗 怕什麼呢 他旁邊 然後旁邊固若金湯 就是說他你沒有發現嗎 他要進出的地方 連老百姓都是演員 有沒有 天啊 然後呢 他應該還沒有打過疫苗 他身上是沒有抗體的 你知道嗎 他經過的空氣都要檢測 天啊 所以習近平在的地方 是全中國最安全的地方 你知道嗎 所以呢 北京現在呢 說非必要禁止出城 禁止聚會 婚禮延期 傷勢重檢 整個北京 整個天子腳下現在變成這個樣子啊 那一切要度過 必須等到六中全會全部給我 那個謝幕以後落幕以後再說 那除此之外 本來這次是8月30號就要辦啦 但後來因為受到疫情影響 拖拖拖拖拖拖拖到11月8號 那麼裡面到底會有沒有人 那麼要鬥這個習近平 你不要小看習近平啊 我查了一下資料 他從上任到現在對不對 表面上應該要卸任的 但他不卸任 他已經鬥死了260個黨政軍的高幹 你知道嗎 260個人下落馬就對了 這個人不簡單 之前薄熙來跟周永康 他們要把暗衫打他對不對 他都一關一關做 聽說最重要的最可怕的時候 他的背部受到槍傷 你知道嗎 所以你要知道他不斷的過來了以後 他現在用恐怖的統治方式 那麼還有就是說啊 其實那麼在這個鄧小平之後呢 我們都知道有江澤民 有胡錦濤 胡錦濤跟溫家寶統治時間 是最用懷柔政策對台灣的 那時候跟台灣的觀點比較和緩 那但是問題來了 習近平直接跳過江澤民跟胡錦濤 所謂的江湖世代 他把江湖世代弄掉 為什麼 習近平承認總共三個人 一個人叫做毛澤東 另外一個人叫做鄧小平 第三個人就是他習近平 你知道嗎 這三個人就是帶領中共的 建國的最重要的三個人物嘛 那會不會有人 那麼要挑戰習近平 那麼就故意以胡錦濤裸退 十年一到 那麼光榮的裸退呢 直接這個離開下台啊 那麼作為諷刺 那麼要求習近平下台 那就看看這個所謂的六中全會 到底是充滿火藥味 還是跟中共一樣拍手通過 讓習近平做到老做到蠻 你覺得會做到老做到蠻嗎 我覺得會 因為已經殺了260個人了 你知道嗎 如果你繼續講的話 那你就是261號 好我們來看看這個禮拜不是爆發了一個很奇怪的緋聞嗎 那這個想說這是不是要對天津幫出手 但是有時候這個習近平的出手 其實也會讓民眾覺得說師出有名 為什麼來看看天津幫 是怎麼攫取民眾的利益的 好其實在02年 我在北京清華大學念建築博士班的時候 對我們就參與了天津的一個所謂的博海區 特區特區特區的一個開發計法案 對那個時候台灣有一個集團建設公司 跟新加坡一個集團共同合作 然後跟天津市政府做了一個叫做天津生態城 這個城我們蓋了大概12年我們就退出來了 為什麼 因為發覺不對 裡面的要吃 要喝 要逃 整個博海特區填海造陣 大家做一個薩瑪蘭奇館 薩瑪蘭奇你知道就幫北京奧運2008年奪得的時候 2000年的時候不是大家 他就變成他們的一個偶像 民主英雄 然後把薩瑪蘭奇這外國人建立一個場館 結果他答應我們要做什麼你知道嗎 光是幫他們拿到北京奧運就可以變成一個館就對了 對一個館很大 而且你要知道我從天津南站 做到那個館 我們那時候在做那個設計的時候 五百口人頭出來計程車費 所以那個幾乎是很遠的地方 結果我們真的蓋了18棟 我們預計36棟中間還有個台灣島 最後我們這個集團中間做一個假的台灣島 沒有真的台灣島 那個很大那個大概三峽造陣林口造陣 計畫的100倍 那造陣集團台灣有一個集團非常強啊 就去那邊投資 新加坡是填海造陣最有利的國家 所以他們也投資了 結果天津市政府就跟他們一起投資 反正土地民情你知道嗎 海邊整個屯屯屯屯屯就做了 然後我說高鐵 直接你如果北京跟天津 你們在那裡有看到有藻礁嗎 直接把他推下去 管理什麼礁 整個三個就推下去了 管理什麼礁 連人權什麼都沒有 再來做青過 直接到那裡 那時候你知道嗎 以前跟你答應要做柚樂場 要做百貨公司 要做一個很大的海底世界 結果都跳票 全部跳票 你金錄下去了 金錄下去了 他們用共的就好了 連新加坡現在都搞到中央 這比兄弟差甘股 還要用嗎 對啊 所以這個天津幫後面是誰 你知道嗎 就這次把羽毛球鬧緋聞 那個什麼羽毛球 網球啦 網球啦 不好意思 網球鬧緋聞 那個其實我們就知道 早就有問題了 因為你看上一屆的這個 這個十八大的時候 他不是六人小組六中全會 內地其中議員嗎 他六個內地 剛才兩位是習近平的 其他四位都是江澤民的人 在那邊我們有一個 那個叫尹辦事員 對 尹世豪的尹 以前我們中原大學的校長 那個尹先生 以前是一個辦事員 現在升到副市長 2016年被直接抓掉了 為什麼 在天津二十二年 你有沒有看過一個官員 在一個地方二十二年 那個油水有多少 我們那時候看他都看不起 現在不得了 做到他拍板說了算 那你看看習近平什麼都抓了 黨政軍 所以你覺得這件事情 一爆出來之後 所有的人民就會有憤怒 沒錯 所以習近平就師出有名 把他們這一掛天津幫的 通通拔了 對啊 下個禮拜就要開了 八月就要開了 拖到十一月才開 三中全會啊 六中全會啊 為什麼要這樣 所以你們這拖在天津生態城 了多少 百多億 一百多億 而且還是美金 你知道新加坡政府 新加坡了多少 平衡摸著 點點 兩兆 怎麼會蓋個生態 還要花那麼多錢 而且那個等一下憲哥會講 那個整個生態城跟鬼一樣 幾乎是鬼城 只剩下跪 這樣而已 而且你被嚇到現在看的就跪了 真的 我不要騙了 兩百億美金 兩百億美金 然後不用懷疑 然後那個新加坡是兩兆 兩兆 而且這個消息被封鎖 你看渤海灣特區 現在都完全沒消息 習大大黨政軍都有了 他唯一缺少的就是什麼 錢 所以他從馬雲找走 馬雲私人的嘛 我拖兩千億出來會不會 這些官員怎麼辦 我一個一個把 我下禮拜一開會的時候 我才可以鎮靜八百 把所有江澤民的一把抓 那整個都肉粽你知道嗎 整個拿掉之後 最不即將 就意思到江就好了 蟻腳都加 所以江安全了 蟻腳的人一個擁有來了 而且這個已經延續快二十年了 為什麼最後一把 天津幫一定要抓 因為我不再像零八年一樣 如果我再讓股票從六千點多到一千多點 我告訴你 我跟中美大戰不是只有軍事而已 我經濟都可能垮 那我請問你 你覺得習近平是一個好的政治人物嗎 我告訴你 不是最好就最壞 中國不是最好就是最壞 所以這是一個關鍵時期 他就是要 我跟你講你看 你有注意到嗎 毛思想 再來就是習思想 鄧小平沒思想 江蘇 江澤民沒思想 兩個都說的 你有思想 對不對 胡錦濤呢 胡錦濤 但是我覺得除了習近平以外 其他人都被習近平耍著玩 對啊 所以 為什麼憑什麼 他就可以有一個習思想 你們其他人就這樣子被他控制 都很簡單 你罪不及我 我就同意你習思想 也就是說毛思想 再來就是習思想 所以習思想 將來一定會當 當到死為止 為什麼一下來就被逗垮逗臭 那中國現在在一個歷史的契機上 過去這些年 真的那些高幹賺飽賺翻了 但是其實人民有吃到血血 對不對 對 那現在到底人民能不能吃到血血呢 有人說 中國人現在真的很可憐 死不起 葬不起 怎麼這麼嚴重 對 因為14億人口人太多了 如果窮人的話是 活不起病不起 死不起 葬不起 所以 就躺平 對 剛剛 中蘭講的那個鬼城 我們以前的鬼城 是人住的鬼城 從蒙古 從貴州 從雲南 最多的在天津 北京附近 全部都是鬼城 而且每一個鬼城的規模 大到你不能想像 就像整個三峽那麼大 整個都是鬼城 裡面進去 車子不能寫兩點 寫不出來 但是看不完的人 晚上沒人敢進去 這是真的 但是現在新的鬼城 我講的是真的鬼城 又是真的鬼城 哪個真是真的 天津 濱海有一個區域 他花了六年的時間 本來要蓋18棟 現在蓋了8棟 這裡面8棟一蓋好 10萬人進駐 古灰潭 10萬個古灰潭進駐 10萬青年10萬軍 10萬古灰潭進駐 這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這是真的鬼城 所以你看 每一個 每一家 這每一家都好像 真的在家裡一樣 你知道這每一平方米 每一平方米 從最貴的10萬 可以拉到30萬 你說有貴嗎 所以為什麼死不起 賬不起 就是因為比活人的還貴 我覺得那些中國人 會不會太離譜 他們蓋了那麼多 沒有人住的假鬼城 就把它通通念成 骨灰潭的城不就好了 骨灰潭就不會那麼貴了 一定會 一定會 所以你看 我們現在來看 目前來講 中國大陸的 那個所謂的一個 骨灰潭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小小小的一個目的 一平方米 我們講的是一平方米 在北京來講 1萬到20萬 這是什麼 這是它的售價 但是城市的售價是4萬 城市 人在住的4萬 你看 骨灰潭的 上海6萬到30萬 但是人在住的 3萬到10萬 天津1萬到20萬 人在住的3萬到7萬 上海29萬 再來這廣州10萬到12萬 上海20萬 南陵也要3萬 這重慶 重慶是要比較少 再來杭州1萬到10萬 這都是一平方米 4萬1萬到2萬 1萬到3萬 你說的事情發生了 上海 上海 因為它10萬到20萬 目的 目的10萬到20萬 我根本買不去 上海外圍的地方 有那個房子 我們看看3.7萬一平方米 所以有人去看房子 看的人 他就把那個仲介說 我就買來渡家的 他們那些人也 當然買房子 買渡家這真正常 都是二房屋 兩房的 都差不多12名至15名 買完之後都沒來 但是清明就來了 每一年清明來 發展覆真正的 發展覆一張祖先的 整個骨灰壇 那整個公媽白 整個都要簽進去 當他隔壁要怎麼做 我們才不知道 就覺得毛毛的 但是你如果三個 保訪不好 起床應該不會躲到 白天也不會躲到 晚上你躲到 一個牧地四百萬的代表 有辦法他們最好的上市的 叫福壽源 競言他在2017 2016 2018 他公佈出來的財報 他的毛利率達到百分之八十八 百分之八十八 結果那個土地在橫大 他百分之三十六 所以說大家都拚命去牧原 因為我們中國人都希望入土為安 那台有一個人 他們老母子 老母子的時候 購買一塊毛鐵 一平方米十六萬 結果十六萬 你會覺得十六萬還好吧 因為他是人民票 十六萬 但是你知道他們 原台的主張多少 原台的主張一萬 所以目的是 死人大到外人大 差十六倍 現在沒辦法 因為一般的人都認識 因為說六八六四的時候 這個時候人方方心方沒辦法 就隨便你去開 結果一條龍就服務 他像我們台灣這些都我們台灣人去加 整個都去都加 什麼東西都要最好的 這樣平均 現在台大人人最好的 最好的平均 如果要改割一個 親 一個葬禮 商葬會 因為我們台幣十六萬八 比台幣更多 我們台幣現在要免費十六萬八 台幣金超是十二萬 十三萬而已 但是他十六萬八 所以現在沒辦法 昆明他的銀行 然後推出上來的 墓園貸款 沒辦法 因為北部借好行啊 所以你就 本來買 你不夠錢 想給你貸款 所以說 台幣已經變成這樣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說 其實他們現在有很多這個 社會的亂象 是我們想像不到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社會亂象 還有什麼奇奇怪怪的現象 囤糧風搶糧風 這是一貫的嘛 你國家沒有好好的治理 你國土規劃沒有做好 一大堆地 好良田來做鬼城 問題就很大 那接下來上個禮拜 我們跟大家講 在中國某一些地方 你買煤炭 要用那個趕蹭蹭的 你看煤炭居然這麼值錢 真正的一個黑金 所以現在馬上天氣要變冷了 當地民眾怎麼辦 你要知道上個禮拜 我們有講 那麼之前不是因為煤炭不夠 所以沒有辦法花電 沒有辦法花電 你的暖氣 現在天氣開始變冷了 沒有暖氣 那後來好不容易電來了 結果沒有柴油 沒有柴油卡車 就運不出去等等 所以他的經濟 受到很大的一個傷害 結果各位觀眾朋友要注意 明天晚上開始 那麼新一波的東北季風 會讓我們的溫度急劇下降 那麼也因為溫度 突然間大舉的下降到零下好幾度這樣子 所以他們已經準備了二十四萬 大概快接近二十四萬 竟然大棉疫要送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是二十四萬 可能是一般的老百姓 可能都已經有準備好了等等 那麼中國要非常注意 為什麼今年 今年反聖英 所以氣象專家所說的 有某種程度是對的 今年沒有 你沒有發現 今年真的沒有秋天 從夏天這幾天都還很熱 台灣中南部都還有三十度 對不對 二十八度 突然間直接就滑溜梯 那直接就下來了 所以中國的溫度會降得非常的低 在非常低的情況之下 老大小 你的維生系統沒有做好的話 死人 這不是開玩笑的 好 那中國因為 剛剛講的那個六中全會 他們自己本身活該 為什麼呢 他要做這個所謂大內宣 所以中國的商務部 沒問題沒問題自己跳出來說 叫中國老百姓 要囤糧 要囤積維生用品 然後呢 說可能會有一些突發狀況 那到底是什麼突發狀況 結果大家都猜 為什麼 你看 由杭州開始 杭州溫州一直到湖州 都看到軍車的掉來掉去的 這樣子 會不會是要打仗 那你在心裡想會不會打仗 是不是要打台灣 然後大家越傳越多 網路上越傳越多 他們本來不是小網網路 小粉紅還在笑 說我們台灣已經怕打仗 所以開始在囤積各種物品 事實上根本就沒有 台灣是因為振興五倍券 再加上周年慶 百貨公司周年慶 大家在唱東西 跟所謂打仗完全無關 結果沒想到沒有害到台灣 害到他們自己 他們中國商務部 這個聲明出來之後 整個中國全部陷入一片瘋狂 從超商一直到大賣場 到菜市場 大家都在唱 把米 麥 然後麵粉 然後包括衛生紙 唱一大堆 唱得坎坎坎坎坎坎就對了 唱得因為要唱衛生紙 要唱吃的東西對不對 超商裡面 完結燒打 你知道嗎 變成這個樣子 搶了一套毒 搶在國內搶就不 也就算了 還打電話給通知他們的子女 還親友 有在國外的也趕快囤積 你知道嗎 那就是一種驚慌失措嘛 就是恐懼嘛 那到底在搶什麼 搶到沒辦法的時候 要怎麼辦 中國商務部跳出來說 我們的意思不是說要打仗 我們的意思是說 怕這個等於說 像Delta這種疫情病毒在起 會封城會幹什麼 所以大家夠就好了 說他們的糧食已經豐收 然後足足還有半年 吃到明年的這個暑假 都沒有問題 大家不要講來不及了 為什麼 因為那個驚慌 驚恐大家已經都突出出去了 所以摸到沒想到 你知道唱到多二次嗎 唱到青菜漲價超過百分之六十以後 唱不到 他們竟然還幹了一件事 透過網路揪團去偷青菜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揪團 很可能是要壯膽 所以以前去搶東西 以前去這個搶購幹什麼 都是老人家 那麼這次值得注意的是 連年輕人都加入 還有年輕人加入這個 所謂半夜去人家的菜園 不管是各式各樣的青菜 都一起偷肉等等 你就知道說這一次 那麼中國事實上 造成整個中國大陸的老百姓 他們全部都陷入一個極端的恐懼 跟疲憊 為什麼 因為現在開始疫情來了 你看北京都這邊封那邊封 到處都封 他們一封 我們上個禮拜講到雲南瑞利 一個小朋友才一歲而已 他已經做了七十二次的 相關的PCR核酸檢測了 你知道老百姓在中國 其實真的是非常的可憐 以前講介石在統治台灣的時期 我們拿到的訊息都很有限 我們覺得大陸苦難同胞 我們一定要解救他們 因為大陸苦難同胞都吃樹皮 然後吃草根 我們現在不一樣了 我們要了解大陸真實的狀況 大陸現在到底民眾的生活 真實的狀況是怎麼樣 現在大陸炸得富起來了 現在是剛才水災 你還記得大陸水災所有的田 稻米 馬鈴薯 全都淹掉了 這是天災 再來人禍 人禍是什麼 我告訴你 因為煤沒辦法上岸對不對 所以用天然氣發電 結果天然氣不夠 不是跟美國買了兩千億的嗎 來不及了 只好澳洲的投運上來 然後再買印度的濫煤 買了百分之八十 你知道北京現在的天空 我昨天才打電話 問我同學現在怎麼樣 他說 跟你做博士論文的時候 2007年的時候 天空一片人 剛才倒閉了 現在又霧霾很嚴重 霧霾的一塌糊塗 所以各位你要注意 禮拜一到禮拜三 台灣的這個同胞 各位要記得戴兩層口罩 你說從下禮拜一開始 因為大陸的冷空氣南下 整個台灣哪幾個地方 比較受影響 全部 除了玉山以外 美來三點好了 不用懷疑 為什麼 因為那個絕對要戴兩層口罩 因為我在北京生活過 那家裡整個口罩 整個都黑的 所以其實中國現在 又開始燒煤的時候 沒錯 而且是爛煤 是印尼的爛煤 而且這是北公司又快又急 你知道他們的蔬菜也動了 所以你要知道這些 為什麼要用柴油 各位如果你有讀過軍事史 那時候德國可以攻進蘇俄 蘇俄為什麼可以贏 就是因為他用柴油 德國用汽油 結果汽油都解凍 柴油不會解凍 柴油不會解凍 柴油你不知道不會解凍 所以我凱月都是柴油 一百星的 他子彈打到也不會爆炸 對啊 柴油這麼強 真的啊 所以你看為什麼他搶成這個樣子 因為所有的大客車 都大貨車都要用柴油 所以你說中國現在在囤柴油 囤柴油 那我是不是輸柴油不出來 沒有啦 就是運輸啦 我現在就菜已經沒有了 比較快搶救 你知道嗎 搶救能夠一線城市 二線城市的人過年用 豬肉你也可以動半年嘛 你清菜怎麼動半年 不行 我們同學說一支小黃瓜 賣來到土地 起七杯 小黃瓜起七杯 他說潑菜啊 起八兩杯 因為潑菜你運輸途中 就差不多死掉了嘛 所以根莖類還可以活 那過年的時候 大家是不是都回鄉 我問那些同學 他說回鄉 我根本不怕 菜一大堆 回鄉就有菜吃了 運不出來 運不出來 你聽懂嗎 是運不出來 再來 本來是100%的素材 都可以運出來 現在變50% 叫水英明 50%還運不出來 算20%而已 所以他就叫你快去剩 所以他們青菜比肉桂的問題 就是有水患 再加上運不出來 能貨 才導致缺青菜的關係 對 就缺這些 這些我們講 他從最大的生產的製造國 現在變成最大的消費國 為什麼大家都有錢了 過年一定要吃的特別好 所以為什麼他們會提早 本來都是二月 一月公佈 二月過年 現在提早到 現在提早到十一月 十月底就開始公佈了 十以後就公佈 大家要記得 因為他們早就有預期了 公佈過年的時間嗎 對 要趕快囤貨 現在請他們提前囤貨 對 為了過年 結果引發囤糧風 引發三四線城市 看到中央在說了 也開始囤貨了 你知道嗎 不對的 這就是你講的 國土規劃不對的 為什麼 把農地變成工業用地 在農地是不是就減少了 結果連最大的中國的 人口稻米 居然從泰國進口 現在進口 運輸業 航運是不是去管了 不知道你賣了 自己又生產不出來 全部都被你蓋成什麼科學園區 什麼工業區 所以 貨鬼城 對 所以那個貨鬼城 對 所以農田就不見了 就沒人在種了 又鼓勵農鄉城市化 不要再種了 大家要好命 大家一起富起來 不要再種了 不要再種了就慘了 好 不論如何 台灣一定要強起來 台灣也覺得台灣的優勢 大家要知道 最近我們發現台灣 有個很厲害的地方 叫T91 T91不能賣出去嗎 全世界有一個國家用T86當武器 那個國家叫約旦 是在我們的外交國裡面 對我們態度非常非常好的一個國家 他的國王胡森一世 一直到他一九九九年二月七號四世為止 都是在國際上非常力挺台灣的 一位重要的國際友人 所以當初我們為了表達我們的謝意 我們把我們自己都沒有用過的T86 還有送了一批 據說有一兩百支吧 送了一批給他 然後你知道嗎 這位國王竟然很信任我們的T86 因為我們我們的從T65開始 65 65 K2 86跟T91 我們這個槍所使用的都是瓦斯連 火災連桿的傳統系統 這個傳統系統在沙漠地帶非常的好用 很容易清理 很容易保養 而且故障率很低 然後他那個約旦國王拿了T86之後呢 他竟然是發給他的特種 部隊使用 就他特種部隊使用完之後 發現說太好用了 好用到他們寧願用T86 不願意用美國造的M4 然後後來好用到什麼程度 他覺得這麼好用的步槍 而且保養單架或什麼東西 又不挑子彈 應該要說 所以他們的皇家衛隊決定要採購T86 可是現在問題來了 因為T86台灣根本就沒有用 所以生產線早就關掉了 後來怎麼辦 後來透過一些很秘密到現在 我都還沒有搞清楚的事情 我們賣了一批T91給他 所以現在約旦是除了中華民國之外 唯一一個使用制式T91的國家 而且是使用在他們的皇家衛隊 這個是我在二零五場試打T91的原型槍 藉由T86跟T91中間過渡時期生產出來做測試用的 他沒有T91的提把 他的防火帽 護目還有握把跟滲透槍多 都跟現在T91不一樣 但是他是現在T91生產的一個重要依據 因為他是用來做一些收集資料的 這個槍好在哪裡 這個槍是在底片機的時代造的 現在看到的這張照片 是用ISO一百 光圈五點六 快門一百二十五分之一秒 搭配百分之一秒的閃光燈照的 但是這張照片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有三顆蛋殼 呈現一個非常完美的拋物線 事實上這個時候 我是用全自動的方式在射擊 我這個射擊 我打了兩次就把三十發彈架打完 所以我這一次大概打了十幾發 那只是在這一瞬間 在這一百二十五分之一秒裡面 空中連續跳了三顆蛋殼 然後第二個重點 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的槍托沒有底肩 完全違背了所有的步兵抄點 我的槍托沒有底肩 我的槍是用夾的 夾在我的大背 跟我的胸膛之間的一個縫隙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沾孔非常的明顯 準心沒有晃動 這這樣好到什麼程度 我們講一個很具體 讓大家知道好了 大家還記得大概幾年前 賓拉登行動 獵殺賓拉登行動 殺死賓拉登的是美國海豹六隊 但是他們改名叫美國海 特殊戰術發展部隊作戰群 海豹部隊殺死賓拉登用的那把槍 是德國HK公司所生產的HK四一六 HK四一六所使用的傳統系統 跟我剛剛所講 我們T T九一 T八六 一貫使用的就是火災連桿的傳統系統 是一樣的東西 但是呢 HK這個德國貨 就跟賓士車一樣 好用鬼 然後呢我們在前兩年 我們跟美國的一家叫做野狼的公司合作了 我們去二零五透過一個很複雜很複雜的往來折衝關係 我們終於賣了半支槍到美國去 我們賣的是上槍聲 我們跟野狼公司簽約 我們賣了一千多把到美國去 一天之內全部賣完 然後如果我們還肯接收預約訂單的話 當天有超過八千支的訂單等著再賣 後面為什麼沒有再賣我不知道 但其實這件事情 我跟二零五場跟軍方講了大概二十幾年了 我們的槍在國際軍火市場 特別是清兵市場外銷上面 絕對有競爭力 特別是巴拉馬 透過正式外交關係 跟國內提過很多次 可是呢 顯然我們跟巴拉馬的外交關係 或者說巴拉馬在外交的比重上面 不像約旦國王那麼厲害 我們跟巴拉馬 我們援助給巴拉馬很多軍事裝備 UH1直升機 漢馬車 戰車火炮 可是我們T91步槍一直不可賣 巴拉馬是願意出錢買的 他不是要我們用軍演給他 他願意出錢買 可是我們一直沒有辦法 經過修改法律 或者用個案的方式來讓他過去 再來看看臺灣是賺什麼錢呢 小蝦米可以對抗大鯨魚 對 現在車是最熱的 其實就是這個ADAS系統 也就是駕駛輔助系統 其實駕駛輔助系統 有點像我們當年的ABS 好像車子沒有尬ABS 你就漏掉了 然後變成必配 那現在的車子呢 這個ADAS也有這個趨勢 不管你是燒油的還是吃電的 幾乎都要有這個系統 那這個系統 其實涵蓋範圍非常廣大 他主要的作用就是 比如說幫你追前面的車子 就跟他維持一個距離 在高速公路巡航的時候 這個叫自動跟車嘛 他牽扯到幾個東西 油門 自動幫你加油門 撿油門 自動幫你煞車 然後呢 車道維持的時候叫什麼 幫你轉彎 所以這一套ADAS系統 駕駛輔助系統 他分成幾個層面來看 第一個他有所謂感測系統 然後還有運算跟決策 以及執行 那其實裡面都有很多的這種 電腦方面的東西 比如說晶片啊什麼 像他的這個感測系統要有鏡頭 去做這個圖像的分辨 制人 限速多少 然後呢高速公路砸到的那個告示牌 他都要能夠去讀取 然後呢 他還有這個 現在很熱的這個毫米雷達 還有這種光學雷達等等 那再來運算的部分 就是這個AI智慧的部分 什麼聯電啊 他們做的這些晶片啊 然後執行的部分 當然就是我剛才講的 自動的煞車 你現在踩的煞車 其實你在踩一個感測器 是一個馬達在幫你 幫你控制 你踩你 這個踩的油門 也是透過感測器 然後藍牙傳輸 其實都已經變成電動化 跟你講油門還有Wiresaw 那個時代已經說不一樣了 最後一個 還有可能就是未來 這個無人駕駛 牽扯到的車聯網的部分 那其中我講一個 小蝦米對方大軍 為什麼我會特別提到這家公司 以前那個在Windows XP的時候要裝什麼顯示卡 什麼通訊卡 都會跳出一隻小螃蟹 那時候就自己 原來是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是一九八七年成立的 七個聯電的工程師 自己出來創業 才拿五百萬 然後我剛才講一九八七 對不對 他到兩千年的時候 資本額就已經超過二十二億了 然後到現在 他的產值已經達到五十一億 翻倍再翻倍 這家公司厲害是什麼 我剛才除了講了這個以太的網路晶片之外 還有三百六十度環境 需要整合控制的晶片 還有一個最重要 我們車子裡面很重要 還有很多類比變數位 數位變類比的轉換晶片 他專門做這幾個 我現在講個重點 AIDAS他跟這個所謂無人車 他下一個階段就是要進入無人車 最近幾個很熱的新聞 在講這個什麼低軌衛星 你知道嗎 低軌衛星的佈局 在未來五到十年非常重要 因為他控制什麼東西 他控制車輛 還有包括我們的手機 我們手機現在只有四機五機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要進化到 這個所謂六機七機的話 你就非得要靠這個低軌衛星 比如說現在執行一件事情 憲哥是遠端的醫生 然後透過達文西之手 在幫我肚子上面開動割盲腸 等一下 在遠方開刀 這個是現在可行的嘛 台灣人講說五機可以做這件事嘛 不是現場看著達文西開 不是不是 透過傳輸喔 可是台灣的這個五機 或講其他國家都會有個問題 就是會有Lag的問題 你就是憲哥的手啊 割已經停了 你知道割兩公分 已經停了 可是這邊因為Lag 幫我割了三公分 哎唷 我的媽呀 就大條了對不對 就變成達文欠了 本來車子不會撞車的 結果變撞車 自動幫你停車 結果變成下到旁 撞到車 會不會有這種情形 所以現在還不成熟 所以低軌衛星 所以還不成熟是不是 對 我們真的不能 車子丟了 我們就在那邊睡覺 不行的 還不到時候 因為他的Lag 我跟你講現在的Lag 就透過最棒的衛星傳輸 從地面傳到衛星 衛星再打到地面 他都會有這個零點五秒的這個 時差毫差 就我們稱為Lag 那如果低軌衛星 可以控制到零點二秒 也就是什麼概念呢 假設你現在開時速一百 然後有一台車 或是人突然衝出來 一百我想是一百的速度 要零點二秒 大概才有辦法做到沙停 去反應過來 讓系統去執行 如果你沒有這個低軌衛星的話 這一切都是空談 那個Lag會太嚴重 那我剛才講低軌衛星 我再回過來 我跟你講這個瑞玉對不對 我剛才講到什麼 鏡頭 他的網路卡 其實這些都跟他很有關 所以我在這部分 我非常看好他 因為接下來的未來五到十年的 太空爭霸戰裡面 美國要丟一萬多顆衛星上去 中國要丟一萬四千多顆衛星上去 地球外面 兩千公里到三萬五千公里之內 會是密密麻麻的衛星 取代全部的基地台 以後你的衛星導航 再也不會把你打到 倒到那個 整個人摘下去 整個人摘下去 沒有 因為有的地方收不到訊號 那以後走衛星 就沒有這個訊號死角的問題 第二個 很多人在講你發展 這個所謂的無人車自駕 不可能 駭客把你駭進去 會民就直接把你載到訪寮 不可能 以後如果走衛星的話 是從天上打下來 駭客要駭進去 就沒這麼簡單 真的嗎 天空從綠色到粉紫色 令人目不轉間的美麗漸層極光 可能跟近期活躍的太陽風暴有關係 但除了帶來美景 卻恐怕影響人類生活 根據美國NASA指出 太陽在10月底出現太陽閃燕 噴發出的帶電粒子進來 相繼抵達地球 瞬間增強的太陽輻射 進入大氣層 將會改變電離層中 帶電粒子濃度 而這對人類生活造成什麼影響 太陽閃營帶來的衝擊 不容小覷 可能干擾破壞衛星 造成無線電通訊中斷 通化中斷 GPS失靈 甚至可能隨時發生大田電 1989年的一場太陽風暴 不但摧毀加拿大 魁北克水電公司的電網 還在加拿大東北部造成9小時田電 同時伴隨激烈激光 無線電被干擾 部分衛星也失去控制 由於當時正值冷戰期間 許多人一度擔心 是遭到蘇聯的核武攻擊 29號的太陽風暴 屬於X1級 是最高級的太陽風暴中 較為輕微的級別 雖然目前沒有造成大規模影響 但不排除未來 還有更強太陽風暴出現 對人類造成的威脅不容不視 電影《國家寶藏》中 主角尼克拉斯凱吉 積極尋找被遺忘的寶藏 而在現實生活中 也有一群人即將揭開 沉睡千年的寶藏洞穴 集結來自芬蘭 瑞典挪威等 100多名探險成員 十二神殿團隊 34年前開始 就在芬蘭首都 赫爾辛基里東 20公里處幾個洞穴挖堡 他們進入西伯斯格洞穴 利用挖骨機 鏟子和戳水設備 一周七天 每天工作六小時 全面無休 目前已經清除了好幾塊 巨型花岡岩 最快預計明年夏天 就能進入洞口 據傳藏在寶物的洞口內 有一條螺旋式走廊 還有幾個存放好幾代人 收藏品的小房間 最後一次放入寶藏 是在西元987年 之後便被蜜蜂隱藏起來 如今尋寶團隊 明年即將挖開 價值五千億 乘封兩千多年的寶藏 也讓不少人開始好奇 黑手黨藏42億寶藏 在紐約小鎮的傳聞 以及失竊超過137克拉的 佛羅斯丁鑽石 能否有天重見天日 各界必須以待 好 你看喔 你現在看我們一顆地球 這麼美麗 上面密密麻麻的衛星 宇宙受得了人類嗎 其實我們真的要小心被反撲 被大自然反撲 現在從空中 來看看我們地球好不好 對 那NASA的一個人造衛星 不管是商業用 軍事用都一直在觀察地球 其實地球已經併入高翁了 而且這個地球呢 它最大的兇手就是人類 我們現在看到那個湖 就是伊朗的烏爾米耶湖 伊朗的烏爾米耶湖 其實在過去的13年 1998年到2011年 它的面積減少了88% 其實它是替兒 跟那個洪赫的棲息地 那13年的時間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阿拉斯加的 哥倫比亞的冰川 那這個冰川呢 它本身沿著這個楚嘉奇山脈 然後到這個威廉王子灣 從1984年到2020年 36年的時間 它已經退縮了12英里 而且它的冰川的厚度 減少了一半 那目前全球所有的冰川 扣除南極以外呢 那麼目前每年減少 267億噸的一個冰 你要是說 你印尼 印尼是那個森林最多的嘛 它有一百多個 這個一萬多個島嶼嘛 你不找 你島嶼要找啊 我為了要挨水 我就去找啊 那整個亞馬遜的一個 亞馬遜河的一個整個雨林 整個全部被砍光光啊 現在成立一個基金 這個基金多少 一百九十億美金而已 一百九十億美金有什麼用 他說他要去保護森林 他要恢復森林 我跟你說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辛酸 現在全世界 美國 中國 蘇聯 只有這三個國家 核子彈頭一號 那同時撞起來 地球他們的 都變幣了 所以憲哥 你都沒開始 到時候核子大灘爆發 你現在用不著 不是 你有開始嗎 還是用這個 就沒有開過 反走過 並留下痕跡 剛剛講到我們的衛星 就是說接下來 如果你真的要進入無人車的時代 低軌衛星是非常重要的 低軌衛星不是吹牛的 臺灣剛好是強項 臺灣其實 我們的衛星真的是後來居上 因為我們衛星發展的時間 其實很晚 然後我們做的衛星跟現在 你知道其他衛星都很像 臺灣第一個做打上去的衛星 只有拳頭大小 可是這種拳頭大小的衛星 他可以做了很多事情 拳頭大小的衛星 對 拳頭大小的衛星 天啊 天啊 我以為衛星都大到一個不得了 對 大家都以為 至少半臺汽車 或是怎麼樣 像一個赫斯坦德 或是怎麼樣 臺灣第一個打上太空的衛星 只有拳頭大小 就跟棒球差不多 就跟那種考中科學玩具一樣 但是這個拳頭大小的衛星 可以看到一兩千公里以外的東西 而且除了你肉眼看到之外 最重要的是他有所謂的搖桿探測 他可以設有裡面所預設的一些功能 紅外線 紫外線 還有一些不可見光的波段 以及作為大氣成分的探測 還有熱能探測 IR thermal這些東西 那在汶川大地震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這個故事講過太多次了 因為他熱能探測 發現衛星裡面還有三千多條人命 然後通知了大陸 讓他們去救 而不用一個一個要救難權去找獲得用人去翻 不然等那個翻出來 沒有窒息也流血流到肝死掉了 但其實像這樣子的衛星呢 臺灣目前所有打上去太空的衛星 全部都是民間用途 全部都是不管是浮衛一號到六號 全部都是民間用途 最主要是以商業探勘為用途 那我們剛剛講的一些功能其實就是說 好 憲哥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這一片森林 我把木頭砍掉之後 除了木頭之外 我還能幹什麼 這片森林底下那片土地 土地底下那些地方有沒有礦產 如果有礦產是什麼礦產 我怎麼知道 我為了是 我是為了礦產去砍這片森林 還是我只是為了這個木頭去砍這片森林 臺灣做的衛星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透過森林 透過已經有的房屋去 探勘底下的那些地質 到底有怎麼樣的東西 所以底下有黃金 有礦物 有碳礦有石油 不用挖就可以看得到喔 對 就可以去預估 因為他那個地方在那個熱成像 或者什麼顏色會不一樣 曲線會不一樣 甚至3D呈現 臺灣甚至還發現一個很可怕的地方 我們曾經用接近預測的方式 發現了地震的可能性 因為我們用那個地方去畫出了 地質的3D結構圖 結果發現兩個地質塊的3D結構圖 到底有沒有發動引擎